小土耳 可怜的雨已经走了 我们天气太冷 冻死在路上了 这个天气的晚上和早晨是非常的冷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将它埋掉 因为外面的路全是那个水域的 我在这儿找个地方把它埋了 把我带到我们游泪园发园这里来了 我想找个地方把它埋了 太久远了 还找不到有空地 找一块空地帮你买了 所以好像还有 这边不行 这个地方 太多 石头 找一块稍微松一点的地方 哎 挺可怜的 太久 天气太冷 肯定是冻死了 这是肯定是丢出来的流浪狗 没有吃的外面 又没有住的地方 哎 可怜的孩子 只有家里埋掉了 太惨了 没有办法 碰到我遇到它了 走在这个路上遇到它了 只能将它埋掉 要不然看到它太可怜了 再盖上这么多车的话 还是被夹得坏了 还是被夹得坏完了 哎 所以流浪狗 真的是很可怜 在外面 特别是这个包面家 真是蓝色 哎呀 这个笔褲 好孩子 看见你可怜 能将你埋掉了 我们这个小狗还算细腻 还顺顺利利的 长大了 这个小狗就可怜了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它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帮它救去走的 因为它毕竟这么小 没有生存的能力 可惜 我发现它已经太晚了 发现它已经走了 好孩子 可怜的孩子 你就如土不一样了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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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是可憐 发现晚了 太可憐了 心里也不好吃 这么小 大远你 到汪星球也会快乐